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如何从零开始实现财富梦想的建议 第一步 确定你的目标 首先 你需要确定你的目标 你想要什么样的财富 你是希望赚到足够的钱来达成生活中的基本需求 还是想成为百万富翁 你需要了解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和你想要达到的财务目标 只有确定了你的目标 你才能开始计划如何实现它 第二步 了解你的财务状况 在开始实现你的财富梦想之前 你需要了解你的财务状况 这意味着你需要确定你的资产和负债 了解你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 这可以帮助你确定你的财务状况 和如何开始计划你的财务目标 第三步 开始节省和投资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你的财务状况 接下来就是开始节省和投资 你可以通过削减日常开支 提高收入 优化财务计划等方式来节省钱 同时 你也需要考虑如何投资你的资金 例如购买股票 基金 房地产等等 在进行任何投资之前 请确保你充分了解相关的风险和回报 第四步 学习财务管理和理财技能 如果你想实现财富梦想 你需要学习财务管理和理财技能 这包括学习如何制定预算 管理债务 投资和税务规划等 这些技能不仅可以帮助你实现财富目标 还可以使你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管理财务 第五步 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 要实现财富梦想 你需要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可以通过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创业或者开始做兼职工作等方式实现 这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探索 不同的选择 以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来赚取收入 第六步 建立良好的信用评分 良好的信用评分 可以帮助你在实现财富梦想时更加轻松 这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贷款利率 信用卡和房屋贷款等 要建立良好的信用评分 你需要确保你按时还清你的债务 不要超支 保持信用卡使用在可控范围内等 第七步 保持耐心和毅力 实现财富梦想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毅力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许多挑战和困难 然而 如果你保持耐心和毅力 坚持不懈地追求你的目标 最终你将会实现你的财富梦想 实现财富梦想并不是 各简单的过程 然而 如果你按照上述步骤 通过努力和毅力 你可以从零开始实现你的财富梦想 重要的是 你需要确定你的目标 了解你的财务状况 学习财务管理和理财技能 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 建立良好的信用评分 以及保持耐心和毅力 这些都是实现财富梦想所必须的步骤 好了 今天的分享在此告一段 若 您可随着后续的美妙音乐 静心思考今天的内容 即使只有一句话能够撼动你的心灵 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 我便会为你感到欢喜万分 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这次分享的内容 请帮我点个赞 并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也欢迎您的留言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shanson.net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